这是一块货真价实的红烧肉 这是我用冬瓜纺制的红烧肉 像这样以速访昏的菜式记载 可以追溯到千年前的唐宋时代 这疯了 但直到现在都行有人尝试昏仿素菜 今天交给绵羊的任务就是 用羊肉为主要的原材料 做一道仿素 这是今年1月23号 沈洪飞老师给我出了一道夺命 命题作业 沈老师的原话是 看上去是素的 吃起来是荤的 你们有没有什么好点子 而我脑子里蹦出来的第一道菜就是 樱桃鹅肝 荤菜的内里素菜的外衣 完美地切合了命题 有了解贴的思路 制作起来就简单多了 这是我做的第一个成品 羊酵豌豆 是将煮熟的羊肉切成细小的颗粒 再裹上吉利丁和香菜制作的闪亮皮衣 外表碧绿清新 内心鲜香四起 然而豌豆的试吃 不是道就是西 动作不够淑女 画面实在出戏 所以我又对它进行了全方位的升级 灵感来自于苏州名菜冻羊糕 选用性价比极高的绵羊厚腿肉 和胶质丰富的猪皮 焯水之后 炖煮五个小时以上 再依次装进果冻模具 自然冷却 并有了这道 莲蓬状的羊糕洞 继续裹上一层 鸡鸣古民们最熟悉的 绿色香菜外衣 你看 是不是更像莲蓬了 最后 将做好的羊肉豌豆 夹拌莲子 香榭其中 这道菜的菜名就叫 风蒲烈烈小池塘 过雨莲蓬 羊肉香 这个作业 你们觉得怎么样 从外观上看 它应该算是一道 合格的昏仿素 但市面上那些 高段位的素仿荤 不仅外形逼真 口味上也兼具了 肉类的香醇 甚至油润 所以我有了一个 大胆的想法 除了仿制蔬果的 形状和质感 还能不能通过 烹饪的手段 赋予羊肉 素菜的口感 和素食类的清香 是不是听者都觉得很难 但越难 就越值得挑战 想让羊肉吃起来像素菜 有两条路可走 一是把它做成 与羊肉口味相似的素食 放眼自然界中的豆种果蔬 果物菌菇 与羊肉相近的味道 大美容 所以只能选择第二条路 先抹去羊肉的本味 再赋予它传心的风味 只是羊肉味那么重 要怎么完全去除呢 书上说 肉味的来源 一是纤维带来的口感 二是脂肪带来的香气 也可能是臭气 所以理论上 只要将羊肉的脂肪尽量斩断 再将羊肉的纤维完全打散 它的肉味就会烟消云散 不要骚啊 这肉都还是生的 那就煮熟之后再闻闻看 哦 还是有味道 还是有鲜味 羊肉的山味与羊铃品种和四量 都稀稀相关 年龄越小味道就越轻 而山味最小的羊种则是 宁夏滩羊 这是我赤兹60块买回来的四量 红下岩池高羊肉 摸起来红润细腻 闻起来不散不腻 这个可以 先用百里香和生姜浸泡趣味 期间还要不停地换水 直到逼出血水的肉块 粉嫩又白皙 然后切掉脂肪 打碎成 接下来就是最关键的一步 过筛掉肉迷中细小的筋膜 只留绵密的肉浆 如绸缎般丝滑 像是红豆沙 说到红豆沙 两开花 在唐代 曾有一种冷却成冻的羊肉汤羹 传到日本后 因僧吕不能食婚 就用豆沙代替羊肉 也变成了盛行至今的茶点 水羊羹 如果能把这道由中入日 游婚改素的豆沙羊羹 换成由日反中游素改婚 在游婚仿素的羊肉羊羹 想想就无比兴奋 听懂掌声 红豆羊羹的做法 是将白砂糖和寒天粉煮开之后 加入红豆沙拌匀 所以只需要用羊肉 代替红豆 搅拌均匀即可 我还拦截快了 我觉得好像失败了 电空是为蓝色窗外有千只痕 不论筛的多细 羊肉中的蛋白质遇到高温 还是会不规则的凝固 那能不能凝固之后再搅化呢 心里那一罐过不去 看着闻着都没有什么问题 吃起来没有豆沙的颗粒感 它过于黏滑 还藏着一丝肉香 应该是 瘦肉中的脂肪无法从外部剔除 只能尝试通过炖煮 让脂肪融进汤里 再手动锅里 哇 好像可以 至此终于可以对羊肉的味道 接下来想对红豆的味道 只要依靠 提加剂 别急 切勿抛开剂量 谈毒性 只需要小小一滴 就能清甜四溢 绝对没有问题 再调一调色 好像底血人情 融合了 为了保留颗粒感 就不能用机器打碎 而是手动锅筛 最后 把这一锅来之不易的羊小豆沙 倒进装过羊小草莓的幸运模具 哎呀呀好幸运呀 好幸运呀 你 颗粗粒在这浓郁而纯净的甜蜜 一缕一缕 伴着轻柔的呼吸 双加泛起幸福的红韵 与真正的羊羹相比 无论颜色 外形 口感还是香气 都相差无几 一开始我还沾沾自喜 但是后来我也想 我为什么用150块钱一锦的谈羊肉 去仿制10块钱一锦的红豆沙 哎呀 荤味的酥菜 至少还可以在不违背宗教信仰的前提下过一把嘴饮 但是酥味的荤菜 我似乎想不到任何的使用意义 我本来没打算把羊羹的部分剪进这期视频的 直到我看到了这条留言 大千世界 人海茫茫 哪怕只能满足极少数人的需求 也有它存在的价值与意义 现在的荤坊素 还只是无人问津的冷门学科 但在不远的将来 或许也能成为一门料理的艺术 受到吃货们的追捧 又或许 聪明的你 边看视频就边想到了适合它的应用场景 这么一想 我便忽然开朗 这些天的研究 哎呀 值了 2017年 研制极高的西瓜吐司包 在一夜之间忽然火爆 2018年 自带社交属性的脏脏包 掀起了全网的复刻风潮 2020年 又软肉糯的马鼠包 在几万平米的大型商超 疯狂热销 2021年 由米洋研发的鸡腿大包 实现了5000亿的销售目标 抢购的人群 从城华大道 排到二仙桥 每样一跃成为了美食界的 大富豪 你在想逃 前几天我买了一个小时候 最喜欢吃的鸡腿面包 但却发现 里面只有火腿和面包 味道着实有点单调 所以我想 如果能在童年的味道中 加入一些新鲜的元素 说不定就能发家支付 由洋厂长亲自设计的鸡腿大包 一共分为6层 第一层 依然是经典的火腿肠 第二层 是鲜嫩的大鸡腿 但 想在面包和火腿之间 塞一只鸡腿 就得 会舞锋利的小刀 将腿骨完全抽离 再用火腿作为代替 一点一点的塞进去 根据我多年的炸鸡经验 如此建设的鸡腿 需要15分钟才能完全炸头 但外层的面包 最多只能承受7分钟的高温 所以 极致的洋厂长 早就浓点水 将鸡腿腌了一顿 再用70度的低温 慢烤1%个时辰 既能保证肉质的鲜嫩 又能加速破热的进程 嗯 听懂掌声 备好了主菜 再来 保育圈鸡鸡鸡咪们最熟悉的 绿色蔬菜 让我也觉得层次更加明快 只是 香菜嘛 好多人不爱吃 韭菜嘛 绿意又不太好 那就买一把 小售部全身却很爱吃的 新鲜菠菜 汤汤 鸡干 打碎 再混合面包蟹大蒜尼泡马森 黄油黑胡椒和盐 吃吃 哎呀我好绿啊 先冷藏一会儿 再小心翼翼的粘上鸡腿 迅速装盘 送进烤箱 带芝士的奶香 缓缓释放 带大蒜的心腔 悄悄消散 带鸡腿的表面 慢慢酥软 就可以取出放凉 再用芝士裹得 飘飘凉凉 海果芝士啊 没错 泡马森不过是风味的来源 而现在登场的马苏里拉 顾名思义 就是相当的能拉 试试证明 不是每个牌子的马苏里拉 都能拉 而且 够粘的不够拉 够拉得又太大 好在我有 小型手指角扮机 哇完美啊 接下来就是我的拿手好戏 做咖喱面包的同款面包皮 放两碗面 八角滚圆 再将鸡腿牢牢包住 裹上鸡蛋液 沾上面包糠 知道隔壁的小猫 被馋得猛难交喘 真的好像个鸡腿啊 按流程 还需要在35度的环境下 让面团继续发酵 3600秒 滴答滴答滴答滴 你怎么变这样 不过是身心有些臃肿 心态不够紧绷 问题不大 一切都还在掌握之中 油温一旦到位 就立刻下入鸡腿 双手各吃一根筷子 不停翻面 炸出来的面包 才会酥脆又金灿 匀秤又饱满 饱满 根据我多年的烘焙经验 不难发现 风口处越长就越容易裂开 所以我立马改用了包包子的手法 将手口处尽可能地缩小 就不会再有开裂的烦恼 这是手雷吧 虽然没有裂开 但看起来 这手呀 葫芦娃吗 让我们回到上次失败的画面 发酵好的面包 因为过度膨胀 而失去了原本的形状 风口处的面团 也自然而然地愈发松散 如果缩短发酵的时间 在它变形前就下锅油炸 说不定 好奇妙哦 怎么像鸡蛋呢 是吗 没熟我的鸡蛋 啊 真没熟我 皮肉好嫩 浓烟水真的绝 根本不用担心这个机会了 使劲煮它 煮死它 有时候过分的谨慎 反而会导致意外的发生 用浓烟水淹过的鸡腿 无论烤多久 都鲜嫩如初 所以只要大胆地把鸡腿烤到全熟 再下油锅 好完美哦 小小一只 满口爆汁 轻轻一丝 浑身辣丝 用料奢侈 工艺细致 大人小孩都爱吃的 波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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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腿大包 隆重上市 哎 请先点赞 再看试吃 好酥 金黄的外壳 酥而不哭 焦而不糊 宛如坚硬的皮肤 将松软的内里 牢牢裹住 好嫩 有了浓烟水的浸润 白锦的鸡腿 变得愈发滑嫩 轻轻一损 变咸香翻滚 随便一啃 又汁水狂喷 蛮横 又温顺 深沉 又销魂 好年 在酥云的之间 一股滚烫的软年 若饮若鲜 又缝外鲜 粘住了菠菜的甜 粘住了芝士的咸 粘住了火腿的棉 粘住了辣椒的鲜 粘住了迷洋的不知疲倦 粘住了观众的点赞订阅 这次的豪华版鸡腿面包 算原创 但又不完全算原创 不过是在鸡腿面包的基础上 制作稍加改良 用料更加癫狂 再换个洋气的外观 就为记忆中的老味道们 带来了不一样的新鲜感 那么问题来了 如果我的拨枝拨枝鸡腿大包 真是量产的话 你会不会买呢 诶 何同学怎么会出现在我家门口 事情还得从六天前说起 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星期一 瘦小的那样 正在寻找视频的选题 突然一阵柔和的提示音 打断了本就混乱的思绪 诶 何同学要来伤害 有棚子远方来 自然要好好招待 不如为他量身定制一款美味的料理 静静地主之宜 顺便还可以随机视频 嘻嘻 送礼物 要知其喜好 请吃饭 要出其预料 根据我搜集到的 靠谱情报 何同学最爱吃的就是 汉堡包 这个大家也都知道 因为 我每天给三人卖大佬 三人三人三人卖大佬 但什么样的汉堡 才能让满脑子奇思妙想的何同学 出乎预料呢 经过我的反复思索 有了一个绝妙的设计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玩过 东南西北这个折纸游戏 假设这是一块汉堡的肉饼 内含八种不同的馅料 无论从哪个方向下口 都是完全不同的食材搭配 都有截然不同的口感风味 每一口都很新奇 每一口都有惊喜 嗯 就这么丁了 东南西北汉堡包 首先 我进行挑选出了 四种 风味和谐 又口感各异的优质食材 鲜嫩的大鸡腿 滑坛的牛小排 紧致的午餐肉 松软的银雪鱼 将它们调味充分 再入锅煎得酥酥嫩嫩 煮料的部分便轻松完成 至于配菜嘛 口感要区别于肉类的纹理 口味还得略带蔬果的清新 撕来响去 拿出了清洗完毕的 白蘑菇和牛肝菌 切成苛刻分明的小菌丁 倒入煎进了黄油和大蒜的炒锅里 撒上食盐和胡椒粒 翻炒出芬芳扑鼻的脆香气 咻 手工剥皮的小青豆腐 调味之后 混合大蒜泡马酸和黄油 咻咻 搅拌至翠绿粘稠 奶香醇厚 最后 煎一块白白嫩嫩的 红浆豆腐 撒一把特别能拉的 马苏里拉 哇哦 是不是很丰盛啊 有没有流口水啊 别急 现在的馅料虽然五彩斑斓 甚是好看 但所有食材都裸露在外 少了些许的神秘感 不如 死下鸡腿滑溜的外皮 把内馅包裹得毫无缝隙 不仅解决了露馅的问题 还能伪装成鸡排的外形 乍一看 平平无奇 咬一口分外惊喜 请刷一波 不愧是你 嗚 鸡腿滑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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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嗯 好油 或许是因为鸡皮受热收缩 被撑出了破洞 导致油分渗漏 或许是因为面包糠和鸡皮同时吸油 导致油上浇油油到了喉 oh no 幸好我有仙剑之名 早早的备好了 Flan B 参考之前炸鸡爪的做法 只占生粉和清水 或许能够既保留住酥脆和轻盈 又隔离掉油腻和恶心 噢 吃了 怎么会这样 时间在一分一秒的失去 内心在不知不觉的焦虑 既然不能有鸡皮包裹 就只能找其他食材作为代替 几斤搜寻 终于让我发现了一种 名叫费洛皮的好东西 它摸起来薄如轩纸 它烘烤后脆如薯片 先刷层橙青黄油 增加粘性 再裹住8样馅料 注入烤箱 可惜面包还没做 先夹两片吐司 测试一下口感吧 不好吃都不得了吧 吃吧吃吧 你们说了 这饼家面包太奇怪了 就两个 分该吃 分该吃比较好吃 哎呦 哎呦 这个碎片割到我喉上了 何同学后天就要来了 汉堡还做得不伦不类 或许 我早该收起不切实际的想法 老老实实地做一个普通的汉堡 才乖 既然包裹的方法行不通 那就换一个思路 兴许能用胶水把馅料给粘起来 且慢 紫胶水非笔胶水 而是用鸡蛋作为粘合剂 让它渗透进肉饼中的缝隙 紧贴住5种馅料 煎出胶香 哦 随后 将牛干菌豆泥和芝士组装 送入冰箱 冻得硬硬邦邦 注意 解冻后的肉饼绝对会散 所以要迅速裹上生粉 蛋液 面包糠 捏成肉饼的形状 接着 屏住呼吸 凝住气 小心翼翼地滑进锅里 哎 哈哈 鲜料松而不散 口感烦而不乱 真想给自己点一个赞 我是天才 天才 天才 哈哈哈哈 研究肉饼让我绞尽了脑汁 组装摆盘 不要花点点心思 为了营造更酷的就餐体验 同时契合东南西北的主题 我还精心手绘了一个 指南针大餐盘 上下左右 鸡牛鱼肉 南北西东 绿白黄红 峻谷青豆 荤素都有 随机一口 其乐无穷 来来来来 我们自己吃了它 什么都给花掉 面包在岗上碎了 有人来了 大家好 俺是小和 你问俺为啥会出现在这 事情还得从六天前 算了 还是从现在说起吧 来到梅阳老师的工作室 来到梅阳老师的工作室 我很开心 我真的很开心 我开心的原地踏步 手足无措 差点忘了 我还有一个艰巨的任务 拆螃蟹 炸薯条 听上去 这好像是两个任务 但它真的只是 一个任务 好 Let's go 掰齐齐 开壳狠 去猩猩 摘胃尾 拧脚脚 除塞塞 刮肉肉 硫黄黄 一丝不胜 掏光光 我感觉自己好棒棒 拆螃蟹 这是第一步 而第二步嘛 就是用锡纸包裹海盐和土豆 送入180度的烤箱 烘烤5400秒以上 滴答滴答滴答滴 然后我尝试着削去土豆皮 网筛过滤 混合上蟹肉 搅拌均匀 嘖嘖嘖嘖 再把它们铺进容器 冻得结实硬挺 最后切成条形 整整齐齐 噔噔噔噔噔噔噔 哇好舒服耶 可以把手弄掉了 想不到有了绵羊老师的指导 我几乎徒手就做出了整锅薯条 连我自己都吓了一跳 更没想到的是 我做的薯条居然遭到了哄抢 看来我的厨艺还算不赖 而这个时候 绵羊老师在离我不到三米的地方 组装着一份神秘料理 并反复叮嘱 我不能靠近 因为这是他为我准备的惊喜 我只能假装不知道 这是个汉堡 假装自己陷入了深深的思考 噔噔噔噔 在他翻车的那一秒 我立刻低头吃起了薯条 假装什么都没有看到 嗯 这根薯条 除了没有马铃薯的味道 其他都很好 哇 哇 今天的主菜 这个是我的菜单 哦 这个设计理念就是一个东南西北 美羊老师向我耐心地介绍了汉堡的理念和专属的吃法 虽然并不太懂 但也大受震撼 哦 我好像有一点懂啊 说实话 我真的非常期待这个汉堡的味道 你看我 小口慢慢四咬 微微仰起嘴角 定是那丰富的馅料 在池间反复窜跳 我来不及思考 就露出了乖巧的微笑 我其实只吃到我的面包 哈哈哈哈 啊 刚才是岸虾配的 重来一遍 你看我 张嘴狠狠咬下 双瞳突然瞪大 定是那芝士的黏巴 卷起鸡腿的嫩火 温暖着我冰冷的门牙 滋润着我清秀的面颊 哦 我的天啊 我好像哭了 或许是软痰的牛肉 咸香汹涌 或许是绵密的青豆 脂香丰厚 在一大口之后 我缓缓低头 沉默良久 忽然间 我皱洗了眉 忽然间 我嘟洗了嘴 全都是因为 菌菇丁 饱满爽脆 饮血鱼 白嫩鲜美 有瘦有肥 或枕或碎 唯有紧嘟着小嘴 才能锁住那风鱼的汁水 细节到位 那天的汉堡 昏香四溢 又素雅清新 层次分明 又浑然一体 就连散落在盘中的细碎颗粒 都被我吃得干干净净 吃饱了吗 吃饱了梅杨老师 我真的很高兴 我好久没有吃到 这么棒的汉堡了 应该是我从来 就没有吃过这么棒的汉堡 谢谢你 梅杨老师 不客气 还有个小礼物送给你 就希望你不会用到它 真的希望你不会用到它 我努力不用到它 不用到它 这个是我给你准备的一个礼物 这是什么 就特别的适合你 我觉得 它真的好可爱 我真喜欢 就希望你每次看到它的时候 就会想到自己该更新视频了 好的好的 对 不然的话 观众们就会 下一次一遍 视频拍完 我和何同学还聊到了很晚 聊选题与制作背后的逻辑 聊文案与运镜之间的关系 虽然几个月才更一期视频 但它一年也难有几天休息 哎 我又何尝不是如此 镜头里的自己 神采奕奕 屏幕后的生活 枯燥单一 所以我才设计了这款 食料丰富的汉堡包 希望我们的生活 也能像它一样 色彩缤纷 充实圆满 但由于时间紧迫 很多材料的组合 轰刃的方法 都来不及做更多的尝试 直到何同学出门之后 我才忽然想到 还没有设计包装 不如 哦 包贼 古称馒头 是有着上千年历史的传统面食 广东有叉扫包 云南有破素包 开粉有灌汤包 金江有蟹黄包 还有 山城的鬼包子 直接从重庆 活到了南京 融成的叶包子 仅用4个月时间 就开出了100多家分店 既然包子的市场这么好 那不如我也来小试下羊刀 设计一款能发家致富的 大肉包 要闪在中毒品牌中对哪儿出 包子的味道 就要有足够的辨识度 酸 甜 苦 咸 都只是味觉 唯独辣是痛觉 对射精的刺激更加明显 而我吃过最辣的食物吗 辣得跳 用牛蛙做馅 还着实少见 今天我就来试验试验 这是热心坛主帮忙处理过的 新鲜牛蛙 要不来看看它 到底有多新鲜 牛蛙的感知神经并未遭到破坏 外部的刺激 也会引起肌肉的净乱 需要给它点时间 接受自己竟然伸手易出的残酷现实 接下来便可以顺顺利利的 将它大些6块 再撒上一把食盐 搓出血水和杂质 你吃了什么喝呀 作为一名酒精考验的美食博主 总是有一万个不愿意 也必须 面带着不愿意 不愿意下去 接着 就能够冲击几次 再倒进我洋场秘制的 爆辣秘制 所谓秘制 就是把四川的朝天椒 附近的王中王辣椒 越南的小米椒 海南的黄灯笼椒 以及 拉度高到一百万石高威尔的 魔鬼涮涮椒 一起 拿来吃 注意 由于辣度过高 全程的操作 都必须佩戴手套 防止皮肤 被火辣的枝叶灼伤 啊 我手不力啊 啊 请龙珠却白虎 辣尾呼之欲处 勾散古四玄武 香味也不能马虎 撒入 圣诞八九 冰朗 碧破鬼 凉浆 融合好18味 调料的芬芳 再拌上一小碗 皮线的豆瓣 吃啥 还有 烘来拍烘埋澡 咻 山操楼操同埋好咬 倒开水 辣椒碎 撒盐糖鸡精 调个味 此时的卤汁既要相富裕 又心呛无比 如果离得太近 就会情不自禁的 哎 咻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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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牛蛙 大火煮沸 关明火 焖炙如热 来尝一尝 看够不够辣 嗯 有辣味 但辣味只停留在表面 完全没有生动劲挖肉 可爱我还准备了 结辣的牛奶和吐司 哎 看来魔鬼胶 夹大不够多啊 哪个辣补最能吃啊 我 我说的 再次浸泡2400秒之后 肆意着浓香的腿肉 健硕肥厚 弥漫着辛辣的骨头 晶莹剔透 为了肉馅的口感更加极致 还要将挖腿完全脱骨 有资格被食客吃进嘴里的 只有最鲜最嫩的 骨丝头鸡 肥肠鸡 比目鱼鸡 你这个包子成本该多高啊 哎 做生意 讲利润 做产品 靠认真 敢于冒着风险 增加成本 才有可能在差异化的竞争中取胜 哎呀太多了太多了太 哇 这怎么包啊 是不是汤汁不能这样加啊 倒太多了 好嘛 O2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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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是那些放多了一点 现在给你们展示的才是我的真实水平 嗯 呦 你看这白白胖胖的小包子啊 软软啪啪 嫩嫩滑滑 就像大肥猫的脸颊 让人忍不住就一小口咬下 辣吗 好辣 好辣 哇 哇哇哇哇 那我还是够啊 那牛蛙也太老 因为这次煮了5分钟 又蒸了10分钟 然而蒸的时间必不可少 那就只能改进煮的方式 我试着用米酒生粉芝麻油 将牛蛙腌制 先下油锅迅速炸熟 再泡进刚烧开的卤水 充分入味 既吸收了咸辣的汁水 又保留了蛙肉的嫩肥 嘿嘿 不仅肉老 内馅还略显单调 那就再搭几样食材 构加出丰富的层次 买些松散的鱼籽 凸显蛙腿的进食 切好脆爽的青笋 衬托蛙肉的软嫩 除此之外 不知道有没有人和我一样 最爱嚼蛙腿顶端那颗圆润的脆骨 擀一张面皮 舀一勺内馅 夹一捏软骨 堆一搓辣油 每多一道流程 就多一分成本 每多一份成本 就多一点可能 最后 用来自长白山的松针垫底 翠绿的纹理 清新的香气 仿佛在祝你 考试顺利 金榜提名 面皮软 扑扑 手感肉堵堵 内心黏糊糊 热气辣糊糊 美得像观众投为的硬币 圆 固固 嫩得像打了一针 凉摊素 你说这样的包子 该卖多少钱一弄 这 这面皮 幻如两岁帅猫 酣甜的呼吸 轻柔均匀 又似一岁银骸 骨囊的肚皮 极富弹性 扮着绿绿 咸辣的热气 融入嘴里 化作温润的涟漪 嗯 这面皮无敌了 这 这挖肉 质地轻瘦 却无比软柔 酱汁浓稠 却丝毫不厚 散做颗粒的鱼子 咸咸丰厚 包在汤汁的青笋 心呛重重 引在深处的软骨 脆爽滑溜 裹住一切的辣油 一旦入喉 鲜红的汤汁便请客翻涌 从肉泵中 让起灼烧般的疼痛 从鱼子中 看出骚痒般的难受 柔弱的消瘦 开始不自觉地 微微颤抖 干涸的喉咙 好似被撕出了 带血的裂盖 在几声咳嗽之后 蜡翼悄然远走 思绪不再梦游 精神瞬间抖擞 世界顿时通透 简直 FU 我一年压了26个 哦哦哦 咦 怎么还在抖 不是我自卖自夸 但今天这个辣包杂 面皮是无与伦比的蓬松细腻 内馅是让人惊喜的层次分明 再加上一抹重辣的刺激 绝对能给人留下深刻的记忆 炸鸡 外皮面在松而不嫩 肉质松软鲜嫩炸鸡 爱吃的就行抠一个鸡 娘也曾做过不少炸鸡 菇烧鸡 脆皮鸡 菇乳鸡 辣子鸡 以及 吃上最棒炸鸡 皮 B 而今天 只做个炸鸡有点单调 我准备以炸鸡为主料 用中式面点来代替面包 做一个国风炸鸡汉堡包 听名字就感觉可以卖包 既然是中式汉堡包 再用了中式的包 不是这个包 而是 摸起来棉花细腻 嚼起来不乏任劲的荷叶饼 在我的老家也叫荷叶夹 首先 它叫我们面粉牛奶揉团团 均分成小块 发酵 胺氧至光滑 搓圆圆 再拿出面杖 干扁 我正想给你一拳打脸 为了防止沾脸 还得刷一层油 对折 压出均匀的纹理 修出逼真的扇形 发酵后送入蒸笼 蒸2100秒钟 不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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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荷叶夹是传统的中式面店 在很多餐馆都能吃到 有夹腊肉的 有夹口味肉的 而我最爱的 是夹 茜 江西 流行鱼 湖南 湖泊 紫高 霍京 广东 四川 重庆 等多个地区的 米粉肉 你以为我现在要做米粉肉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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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要借鉴米粉肉的做法 来做一个米粉炸鸡 至于炸鸡的引擎 则是我经常吃的 顺脂原味鸡 整鸡的鸡肉要完全去骨 否则汉堡的口感会稍显 突免 所谓米粉鸡 就是米粉代替面粉 包裹出鸡块 那就 把大米和糯米下锅炒香 打碎 调味 米粉肉的调料 每家店都有不外传的秘方 而顺脂原味鸡的十一味 独门蜜料 就说全世界只有两个人知道 价值过一 美刀 而我随手一找 就发现一张传说是上校本人 亲手撰写的配料表 你信吗 我刮你信不信 是 就完事了 先用盐水淹一烟鸡 让它的汁水更加风云 在丢进蜜料之中包裹紧密 我怀着着忐忑的心情 慢慢送入桌子 我压抑着激热的情绪 迅速捞起 哦 好嫩哦 先来一小口试试 哦 好哈 不对 跟原版的不一样 胡椒味少了 还有这种香味少了 肉也太咸了 少了胡椒味 那再多撒些 再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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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味道不够鲜 就加一点点MSG 哎呀 我这个脏都升级了 至于太咸了 那就不泡盐水 直接下锅 感觉嘴巴发苦 味精夹太多了也不行 不仅味精的色味太浓 就令人把温和的心呛 和均衡的咸香 也 都没有 哎 这十一味食材中 或许有不常见的香料 尝再多次也未必能分辨 况且它们还可能在高温油炸后 产生化学反应 形成全新的香气 妄想通过果粉油炸后的风味 去倒推原始的食材 甚至配比 难于登鼠刀 难于上青天 只能寄希望于 学习 像不像 什么考虑前一晚的你 好在功夫不负有心养 在我研究炸鸡果料的时候 无意中发现了一份 经过长期实验和研究后总结而成的 14位秘料配方 怎么还多了三位 嗨 80多年过去了 配方可能有改进 也有可能没改进 就算它真的有改进 你也无法确定 它到底有没有改进 Round 3 先许少量蜜料 胭脂新拆的小鸡 赋予它一层淡淡的底味 我还从50年来的珍贵影像中得知 桑德斯上学 我先用蛋液和牛奶 将鸡肉裹一裹再沾蜜料 没有跟那一锅 没有跟那一锅 接着 请出我全新购买的 高压力炸鸡锅 没什么时候加这支什么都有呢 有了它 即便不用盐水胭脂 鸡肉也会鲜嫩多汁 这一次 我记得我不仅是做了米粉机 还特意炸了一坨面粉机 方便和原版做直接的对比 哇 哇 这个好香啊 嗯 再吃上米粉的 这怎么米粉满的这么咸 哎呀呀我好咸呀 这次咸的不是肉 而是米粉 原因就在于 米粉的颗粒比面粉更粗更大 所以包裹的香料自然比面粉更多 味道也就更浓 解决的方法有二 第一 把米粉打得更细些 但店就失去了粗糙的口感 第二 在馅油的骨料中多加些米粉 这样一来 馅料的比例少了 咸味自然也淡了 Round 4 你听这吃了呀奏响的肉眼 你看这金灿灿发光的鸡肉 米粉的颗粒粒粒抖擞 蜜料的香气渐渐汹涌 是不是值得浓 刷一排 哦哦哦哦哦哦 最后的最后 煎一块又绵又酥的荷叶饼 盖一层又厚又香的芝士片 撒一撮来自贵州的胡辣椒 摇一勺来自广东的腐乳酱 米粉鸡 香芝麻 再摆上几片青菜叶 青菜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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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摆上几片青菜叶 朴实无花的传统造型 层次分明的别致风情 唯独只差你点一个小星星 荷叶夹柔柔绵绵 就像三岁绵羊五囊的圆脸 散发着似有似无的清甜 米粉里歇歇点点 好似为浪涛冲刷过的海盐 生吞起恰到好处的新鲜 在甜与咸之间 一股无与伦比的昏仙 犹如三千尺的水帘 飞流直下 砸向舌尖 脂肉好嫩 只需稍稍一啃 就轻黏住嘴唇 虽看不到韧壳的肉痕 却浇得出明显的肉纹 脂水好嫩 只需轻轻一水 就紧裹住舌根 朋友在扣腔来回狂奔 流淌着胸腔久久温寸 又滑坛又嫩软又鲜香又酸爽 一环扣一环 一浪接一浪 一边是多种口味 一边是多种口感在 羊鸡汉堡如此之棒 只求你能投逼点赞 这是一只正直肥美的小和虾 它 虾子愁 虾仁Q 虾脑厚 虾壳油 最适合用它来做 三下面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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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下 还太少 十下 刚刚好 今天我要做的是 独一无二的十下粽子 从头顶先到你脚趾 从嘴唇中到你牙齿 如果能上市销售 绝对会供不应求 哦 使用大量冰块 让躁日满耐的小和虾们 冷静冷静 趁它们被水淹没 不知所措 就手起刷路 将虾子全部掏空 哎呀被掏空了呀 一共是 新货的太虎和虾 一百二十五只 菜场的一手价格 要一百八十块 你们猜 能取出多少虾子呢 这还没个鸡蛋呢 炒散一下 应该会选择多一点吧 小火慢炒一千二百秒 加小葱姜片桂皮 八角香叶橙皮 增加富裕的香气 然后网 筛过滤 结果 净绿树合格的虾子 十六克 还真是精华中的精华 有了虾子 再取虾脑 也就是藏在虾头里的卵巢 把虾头和虾身 哺哺哺哺哺哺的 全部分离 然后 咕嘟咕嘟咕嘟的 沸水煮熟 接着 哗啦哗啦哗啦的 冰水降温 最后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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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完美摘取 我的手法如此熟悉 一看就是 做过三下面的阿姨 叮叮 第三下 是剥去了虾壳的虾仁 搞定 第四下 是用虾壳和虾头 炸制而成的虾油 注意 一定要把水分 完全力干在虾油锅 否则就会 把原本蛋黄的菜籽油 升级成棕红的香虾油 只需要短暂的等待 十五分钟 十五 十四 十三 二 一 怎么样 够短暂吧 虾子全身都是薄 所以炸完的虾头 也不要丢掉 烧上开水 大火熬煮八分之一个时辰 就能过滤成第五虾 黄金虾汤 绝对 军脉也都哼 第六虾 是纯鲜浓厚的虾酱 备小勺就行 而第七虾嘛 则是虾子酱油 说到酱油 还有人记得我上个月发酵的 蓬奇酱油啊 发霉了吧 啊呸 没有任何的意外 简直是出奇的顺利 只用一小滴 就能掀得你 秃顶 用它来代替虾子酱油 有过质而无不解 石虾的灵感 源自于苏州一家餐厅的 石虾炒饭 虽取名为石虾 其实只有七虾 石是约束 约等于极致的鲜 而我还加入了 陈酿一个月的蓬奇酱油 是不是可以叫 十一虾粽子 或者 虾十一粽 食材就绪 开火走起 倒虾油 加大葱小葱和虾酱 炒香 咻咻咻咻 腌虾仁 炸鱼盐和胡椒一起炒白 炸炸炸 包粽子必备的圆糯米 和虾仁虾油一同翻拌 拎一圈蓬奇酱油 撒一把碎萝卜干 最后舀两勺浓郁的虾汤 热气滚滚烫烫 浓心飘飘当当 总结成一个字就是 真香 炒好的粽子馅 需要放凉一会儿 再倒入虾脑和虾籽 别忘了再加一点盐糖 和蓬奇酱油 鲜中有鲜 鲜后有甜 带可可明明 俊占上石虾的鲜美 带各个观众 接咽下嘴角的眼泪 就是时候 就用今天的重头戏了 美食讲究 色香味俱全 石虾粽子的香和味 我谦虚一点 大概可以打 99.5分吧 然而色嘛 也就是外观 还可以再下点功夫 包装又有新意 越沦在鸡肋的市场竞争中 波影而出 既然是石虾粽子 不如就包成 虾的形状吧 先包一个又细又长的粽子 作为尖尖的虾头 这是我先学先卖的无神包法 只需要一根粗针 挂着粽叶 穿过粽叶 就能完美塑形 接下来是虾的身体 你们小时候有没有玩过这样的 棕编妈扎呀 我参考了网上的教程 编出了肥肥的虾身 再用粗针 固定好虾身和虾头 只要勒紧粽叶 就能完美合体 剪一块新型的叶片 盖住虾头丝滑无痕 缠两根黑色的大头针 让一双虾眼更炯炯有神 栩栩如生 看这儿好像有点聪明的样子 他眼睛是长这儿的吗 俗话说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 待会修改一下窗户的位置就好了 等下就来一个 搭便小虾 至此端午佳节 集一两只十全十美的小石虾 祝大家 每天 哈哈大修 法脑群修 重来 集一两只十全十美的小石虾 祝大家端午安康 生活美满 祝即将高考和中考的朋友们 升学顺利 金榜提名 只是 我花了整整一天的时间 才编出这两只虾形粽子 剩下的那些 估计你们还得看我包上 三天三夜 为了节约大家的时间 我包成了传统的造型 那么 就让我来替你们尝一尝 看它到底能有多香 哦好烫好烫 香香香香 只用的鲜香 入口就绽放 不停翻转 下跳上窜 像一整顿青甜的姜水 奔流进口腔 像一万只鲜活的鱼虾猛钻进鼻梁 感觉身体在独自觉的摇晃 仿佛灵魂在不受控的飘散 直到一身咔嚓的脆痰 是 萝卜肝 这微弱到几乎可以忽略的咸酸 却衬托出石虾的回甘更加悠长 这明显到完全无法忽视的脆爽 也盖不住粽子的口感 无比诺软 纯咸纯香纯粘软 胃咸微酸微脆痰 我真想给自己点两个赞 怎么给自己点两个 另一个就只能麻烦你们了 探完试吃 可能会有朋友说 喵喵 石虾再好吃 和端午节有什么关系啊 诶 这有关系可太深了 因为端午节 由上古时代的继龙掩兵而来 而最会画虾的齐白石老先生说过 有虚有灵 则为龙 难怪虾在北方也被誉为小龙 象征着镇宅与吉祥 而在南方被誉为银子 遇着富贵长久 所以我送你富贵和如意 你给我订阅和小星星 双赢 普通草莓3块钱一粒 米其林餐厅的草莓800块一粒 普通柠檬2块钱一颗 黑珍珠餐厅的柠檬110亿颗 普通桃子10块钱一个 而眼前的这个桃子 光研究就花了我好多天 光翻车就翻了我几十遍 你说这样的甜点 我该卖它多少钱 有我亲自设计的杨绘桃子 一共分为8个部分 首先是桃子的壳 俗话说 友好的外观便成功了一半 所以我想把桃子的外形 捏塑成龙荫草莓那样的 通透晶莹 立体清晰 那就必须使用被誉为系列中 最奢华的装饰工艺 糖液 工艺善其室 必先利其器 备好糖料 酒精灯 剪刀 打气筒 以及699亿支的光元素加热管 糖液灯 没什么在家里吃什么都有呢 再打开糖液大师的教学视频 老师说 糖液造型的基础就是吹球 就像先学会拼音才能组词造句 先搞定暑假作业 才能痛快的 玩游戏 用软化的糖块 包住炙热的铜管 一只手缓缓打入空气 一只手慢慢挤出圆形 注意 新手最容易犯的错误 就是在虎口处用力过渡 导致糖管被紧紧捏住 最后被吹成了 葫芦 打酸 土豆 下一个 老师说 初学者至少要先吹40到50个球 我吹一个大概需要14分钟 请问期末考数学满分的同学 我吹40个需要多少秒呢 经过整整一天不间断的努力 我的基本功已经念得八九不离十了 看来这个最奢华的工艺 也没有想象中那么难嘛 不过 吹球只是基础中的基础 更难的是接下来要做的 塑形 作为一个曾经顺利通过联考的美术生 我知道徐悲鸿先生画码会先关码 齐白石先生画虾会先养虾 所以瘦洋洋女士吹桃 也会先中桃 不是 是先关桃 你们老实说 这桃子它像什么啊 屁股 咳咳 和我昨天吹的圆球相比 一是桃子的顶端有个小尖尖 二是桃子的中间有条小缝缝 感觉不是太难 应该问题不大 先熟练的吹一个球 再熟练的揪一个尖 我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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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着 将糖科充气到古包宝 再拿一把扁平的小刀刀 把原本光滑的胖桃桃 压出一条清晰的小凹凹 压得我的汗中直冒冒 却突然抱了个尖角角 这东西没什么巧 就是要多捏多练 掌握手感 积累经验 又经过了整整一天的不断试错 终于 让我吹出了一个无可挑剔的小胖桃子 呜呜 完美 你们看是不是一模一样 该不该给我点一个赞 然而 在结束了一天的工作之后 我却绝望的发现 我睡不动 真的有个动 天网会会 疏而不漏 这起案件的罪魁祸首就是 张三连 好在我现在闭着眼睛都能吹桃 但也不能高兴的太早 还得把烧热的铁圈圈 捅到桃子的屁股里 烧出大小合适的窟窿 才能在之后填入内线 温度不够就无法顺利脱模 温度太高又有被烫伤的隐患 啊 这个步骤有点危险 我建议屏幕前的各位 光看不做就不会犯错 哦 最后也别忘了防火防盗防底底 拿个网子盖住 我看你还怎么偷吃 嗯 桃子塑好了形 还得给它上一个色 照着张大千大师的桃子图 凭我这几年做A货的丰富经验 应该也不难复刻 啊 你最喜欢哪一个呢 光有漂亮的外壳还不够 内线也必须丰富多彩 在我的老家湖南长沙 有一道夏天必吃的传统小食 紫酥桃子浆 就是把腌制过后的紫酥羊梅桃子和嫩姜一起装盘 口感冰清凉爽 口味咸酸回甘 绝对叫你吃过不忘 所以这次我在传统做法的基础上 取出羊梅果肉 加上腌制后的汁水和糖 制作出羊梅雪巴 只需小小一口 就能尝到整罐紫酥桃子浆那独特的风味 再把桃子果肉切成小丁 做成新鲜的桃桃果冻 点缀些许脆爽的口感 接着 用芝士酸奶和奶油做一盆慕斯 包住果冻 再冻成夹心慕斯 现在的羊慧桃子 外壳薄脆 内馅绵软 质地上的对比自然很强 却少了几分过度的口感 不慌 我想到了去年做过的柠檬塔同款饼干 就用它那柔和的酥香 来衔接这薄脆与绵软 嗯 顺畅 然而在饼干烤好之后 我却绝望地发现 慕斯的直径远大于桃子的屁屁 没办法 只好把内馅填小一圈 你别误我听 说好的填小的 怎么给自己吃 正确的方法应该是 把窟窿再烫大一点 再把内馅做小一圈 最后找一片合适的 合适的 合适的 绿叶 最后的最后 几一圈 咸芝士慕斯 作为桃子的底色 是不是更加栩栩如生啊 有红有绿 四中四西 混然一体 射必成趣 如果我去开个餐厅 说不定也能赚到数不清的 点赞作为奖励 慕斯像飞舞的柳絮 蓬松轻盈 糖壳似光滑的玻璃 清脆甜蜜 仿佛一勺浓香的液体 感觉不到丝毫的摩擦力 再来尝一小口 桃子芯 嗯 紫醋的香气 轻快而浓烈 姜沛的辛辣 深沉而跳跃 桃肉的清甜 牛奶的纯甜 洋美的酸甜 芝士的咸甜 都在下咽的瞬间 彻底炸裂 宛如世界之巅的 矮矮白雪 滚滚向前 将万物席卷 只留下一丝朦胧的乳鲜 回味在舌尖 像平平几近窗缝的光线 若隐若现 即便如我般斯文腼腆 居然也吃到了脸颊见缘 你说 如此惊艳的甜点 一个得卖多少钱 答案是 不要钱 只要你点赞订阅 唐义是一门复杂而精细的技术 无论造型还是手绘 都会造成极大的损耗 从而拉高菜品的成本 像这样一颗杨卉桃子 成本都要过百块 也许有人会说 路边摊十块钱的东西 你花一百块去做 纯粹是吃的太饱了 如果说 人的梦想是不会终止的 那么 人的追求也是不能用金钱来衡量的 其实拍完之后 我还做了个2.0版本 只要有一点点改进的可能 我都会认认真真地重做一份 这不是为了开店 也不是为了卖钱 只是为了观众们的点赞订阅 给的更加心甘情愿 大家好 我是绵羊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做过这样的梦 在梦里 无论门框墙壁 还是围栏草地 都可以吃 突然梦醒 还会一有未尽 所以 我决定以此作为视频的选题 做一个可以吃的绵羊屋 进入屋子 首山有地 这好办 混合黄油 红糖和黄糖 鸡蛋 黑糖 香料 和面粉 叮叮 并搅拌出了F7C5433色的 紧实泥土 高楼大厦 一般要打很深的装机 而我的小木屋 面积小只有一层哦 土层质量还特别有 挖一圈地量也足够 之后 只要把墙体贴进凹槽之中 应该也能顺利承重 吧 为了避免雨水渗进屋子 我用巧克力 把整个地块堆高了一点 为了防止出门不慎跌倒 用刮皮器 把侧面打磨平整了一些 周到 网上说 民宅的墙面面积 另外是地面面积的2.5倍左右 而现在地面的直径 是26厘米 请问请问考满 分敦同学 墙体面积该做到多少呢 我用近毕生所学 计划了6分之1个时辰 就算出制作8块 8乘11乘17.5厘米的外墙 并能围成一个T形的 圆柱体小屋 外墙的形状各不一样 才更具设计感 预热的门窗框有圆有方 才更加好看 最后送入烤箱 好像轻压不断的 门板饼干 除了墙体 门窗配件一并出路 排列整齐 等待刷漆 现实中的建筑 一般在封顶之后才刷漆 但我的绵羊物 应该算是个装配式建筑 粘起 用饼干做的小门板 进入 经过三次条纹后的巧克力涂料 趁它还没有凝固 迅速提起 趁它来不及反应 粘上木栓 再转移到 近有零下一度的 室外阳台 冷却定型 结果 怎么会这样 估计是残留在侧面的巧克力 粘住了铁架 导致门板无法完整取下 好在烘焙经验丰富的我 早有先见之明 多备了一个门板模型 只要把兜余的巧克力 刮出干净 就绝对不会再出问题 请刷一波 不愧是你 接着 用我专门购买的巧克力造型刷 仿制出木纹的质地 木纹虽然十分逼真 但也不能过分激动 否则 做好了门 还要做窗 原计划是用艾苏糖 拟出全透明的小窗 可我哪知道 在烘焙的夜上淋堂家 居然会变成磨砂玻璃 也算是个意外的惊喜 毕竟磨砂玻璃造价更高 可以向业主多要点钱 哎呀 忘了业主就是我自己了 所有墙体 用糖霜作为粘合剂 贴成厚实的双层墙体 不仅保温隔音 还更有支撑力 自从45度进行侧面打磨 便于墙角处紧密连接 墙体组装完毕 进入了最有难度的环节 土房设计要新意 7分都得靠屋顶 所以我特意找人用3D打印 做了一个异形的树脂模具 但我想要的是柔软的棉花糖屋顶 而树脂太硬不好脱模 所以我又用泡沫板和蛋糕为鱼 制作出了一个圆柱体 倒入调配好的食品级硅胶 然后 然后它就生漏了 不急不急不急 干脆让一部分硅胶残留在底部 待它完全凝固之后就一定不会再漏了 这个时候 给3D模型钻个孔 灌入清水增加重力 让它被硅胶淹没不知所措 再耐心地等待240分钟 自制的硅胶棉花糖模具 搞定 我以为做模具是最难的 但万万没想到脱模更是难上加难 我们费了掰核桃的力气 才分离出了泡沫和模具 又使出了拔河的劲 才取出了3D模型 哎呦 终于出来了 无形材质硬挺 其实还相对好取 阿棉花糖软软滑滑 顶端还长着个模仁布偶板 细长的劲 我和我一拔 那个尖就端了 只能先用小刀 划个小口 再屏住呼吸 拧住气 齐心合力拖出去 哎呦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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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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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这里底下抬起 然后45度脚倾斜 让它打开的状态 对对对 好 好 太不容易了 鼓掌鼓掌鼓掌 颜色粉堵堵 身心圆堵堵 手感软 侯侯 体重撑不出 啊 随手掂一掂 也知道这个屋顶超中了 本来还想着靠外墙受力 把这也行不通了 根据我临时抱佛教学到的建筑知识 需要制作立柱和天花板 才能成得起屋顶的重量 好 就这么办 给三顶不信底部刷油 做出同款尺寸的巧克力天花板 再去除随时携带的大法棍 不仅有良好的沉重性能 第二时还可以用来防身 立上三根 绝对稳稳稳 算你很淡 现在还不能直接封顶 得先布置布置屋外的 孩子刚开始打磨墙底时 剩下的饼干渣嘛 在其中加入食用色素 就调成了青草的绿色 有了草地 自然要养几只小绵羊 养了小绵羊 自然要再做一圈围栏 放一放呆萌的大灰狼 好一到以后 羊仔子会越来越多 还得备一口大大的水缸 方便它们随时饮用 别看我的文案一笔带过 其实原计划五天就做完这个小屋子 但在制作的过程中 想法越来越多 细节越口越细 门框想加玻璃 木板想上做旧 装修过房子的朋友一定能懂 像这样一边做一边改的项目 自己的要求就会越来越高 施工的周期也会一言再言 好在第九天的时候 我学会了适可而止 不然发这一期视频 估计要等到明年了嘞 最后的最后 终于到了激动人心的 封顶时刻 祝考研的同学们都成功上岸 祝明杨的小明杨牧场 封顶大吉 粉嫩的屋底是全村最亮的风景 翠绿的草坪是羊群兮兮的圣地 和吉 以及斑驳的门窗 抱紧着岁月的风霜 坚固的围栏 隔聚了凶残的恶狼 温馨的牧场 见证了时光的仍然 温顺的肥羊 抬起头欢乐的歌唱 终于看 这不是排队购物 也不是排队吃饭 而是排队和狐铃 雅铃 杠铃和尹 这些器材虽然长得像面包 但却并不能吃 这是个模型 实在可惜 现在正值奥运 不如由我来做一个 可以吃的大杠铃 祝中国的健儿们 举重若轻 顺利夺金 首先要告诉大家一个 鲜为人知的冷知识 那就是杠铃 是由杠铃干 杠铃片和卡菇 三部分组合而成的 地球人都知道啊 噓 要做出杠铃干光泽细腻 又笔直坚挺的质地 撕来想去 虽然使用没什么卡路里的 巧克力B 制作起来 一定顺顺利利 用60度的热水 融化至51到55度 再转移至冰水 加温到25到28度 最后再升温至31度 调温一定要足够精确 负责成油变成这样 接下来 拿出我随身鞋带的 雅克力防身空冰管 没事不说 那这是什么都有呢 灌入半罐子巧克力 让它沿着那笔 丝滑奔袭 填充得饱满均匀 然后再冷藏定型 注意 要重复这个步骤 三遍以上 钢铃杆才会 固视牢固 固执欲出 只要立着它 就会自动雕出了 啊 怎么断了 奇怪 我明明很小薰 丝毫没有磕套碰到 为什么还会断呢 难道是因为 糊涂不够 时间是解釁理的唯一标准 所以这一次 我塞入了一根 小两号的空心管 作为支撑 再在两根管子的中间 注入巧克力 我就不信 这么糊的笔还能泼 果然不出所料 第一层顺利拖出 接下来 只要把中间这个 拿出来就可能 然而 无论我扯 还是我压 我顶 它都蚊丝不动 粘得死死了 出不来 没事 方法总比问题多 既然管子不好脱 那就改用玻璃纸 卷成铁杆的裙妆 这样也 不管什么厚度的小可力 都能轻松地剥离 无愧美食区的大聪明 轻刷一波 不愧是你 电工事为蓝色 窗外有千只盒 只剧太过柔软 兜不住沉点点的巧克力酱 看来还是得用管子 哇 烦死了 于是 我又将全部的失败品 为了增加内壁的厚度 灌了满满一碗巧克力 没想到灌满之后 反而更容易刮憋 厚度也更加均匀 感觉这次一定能行 看到这里 信息绝不怪可的同学肯定会问 喵喵 你为什么非要做成空性的呀 因为 因为实心的巧克力 口感太过单调 于是我准备了 腾次丰富的夹心 在奶油奶酪里 加入只要坚持下去 就一定会有好结果的坚果 在黄油饼干里 撒上在胜利的道路上 终于长生长半左右的花朵 即内线盖饼干 至于冰箱之中 冷冻 再入巧克力中 美风 最后 注入用菠萝做的慕斯 既能综合饼干的甜蜜 又能填补杆子的缝隙 甚至还有美好的寓意 菠萝也什么寓意 祝奥运进而顺利搏精 吉尼尼 恶心心 如你所见 杠铃片的部分 是最难制作的面包之一 可可送 更何况我要做的 还是可送Pro Max Plus Ultra版 估计米卡雪牛杯还难 先将除酵母黄油外的所有食材 揉到七成斤的状态 再加入酵母 揉到九成斤的状态 接着放入黄油 揉到 真聪明 就是十成斤的状态 随后把它滚得圆圆胖胖 静置一会儿 蓬蓬胖胖 我好蓬胖 擀平之后 冷冻杯 这个时候 我们再一起来擀一个 黄油片 动一之后 铺在擀开的面团中 包裹的严丝和风 按摇的密不透风 才能进行最最重要的步骤 开酥 众所周知 在大热天里开酥 很容易翻车 所以我吃了两千 买了一台 小心电动开酥鸡 却不了 价钱是便宜了一半 速度可不是卖了四倍 而且开出来的成品 不是混缩 就是断缩 事实证明 想要省钱就得费力 光是摸进它的性能和脾气 就花了我 两天两夜 这个要摘不成 那就 天底难容 所以要摘不成绝对比较 我相信它 这算可以 我这个机器 就只能开到这么厚 再薄就很容易翻车 所以之后的步骤 还得交给家中常备的 小心电动压面机 把厚厚的素皮 分刺压成薄皮 对半分割均匀 然后两层绵合在一起 小心翼地卷起 为了防止可送骨得太高 需要盖上一个圆片 为了避免圆片被顶飞 还得压上一个重物 发酵5400秒后 刷一层薄薄的蛋液 再烘烤1个时辰 真的好诶 但是又没在中间 又变成呆图了 怎么是又 因为 吃了几天的可送 终于做出了像样的成品 赶紧切开看一看 哇 是蜂窝的形状 再咬开来尝一尝 是正最耳膜的声响 真响 给自己点一个赞 摸起了正确的做法 复制粘贴 就只是时间问题了 俗话说 熟能生巧 经过了好几天 匪夷所思的各种失败 总结了一肚子详细全面的各种要点 我 终于放开了手脚 大胆的烘烤 居然还 越足越精致 越烤越完美了 给钢铃杆 包上糖纸 质感更加逼真 封上白巧 裂 美观更上一层 最后套上卡钩 按上鳞片 这是我的烤箱 能烤出来的最大尺寸 鳞片虽细 但也是我七天努力演习的作品 奖牌虽轻 但却是运动员们 付出了半辈子汗水与泪水的结晶 更是教练团队 甚至举国上下齐心协力 日益业绩 它换来的沉甸甸的荣誉 以你这个小杠铃 认中国的奥运健儿们 比出方小评 再出好成见 顺利着今圆梦巴黎 看完视频 都会请您 给一个小星星